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半顿爱美食 前两天吃了一回西塔大冷面 吃完以后有很多的网友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 说让我去尝一尝苏鸭屯大冷面 说里面带幼酱的吃着可有特色了 咱今天就去试一试 现在我们就到了 他家有苏鸭屯冷面 今天就不往苏鸭屯去了 太远了 我导航看了一下离我最近也得需要13公里 咱今天就在他家简单的吃一口 中午饭点过了 人呐不是很多 一碗冷面 一个半花菜 先把这个冷面面放里面 这就是苏鸭屯特色的 至于里面的幼酱呢 我先尝好幼酱吧 看幼酱好吃吧 这咸不是很辣 半花菜里面黄瓜 花生米 土豆参不足 辣酱呢先放这些 给它搅拌一下 来口冷面 来口冷面 冷面上呢有一层肉酱 看着通红呢实际一点也不辣 冷面呢是咸压的 吃着挺劲道 夏天吃老鸡 冬天还可以做成热糖 我说不应该拿个碱子 几个碱子似的 太肥肥了 这个幼酱 冷面呢 还得是苏鸭屯做的比较正确 我看苏鸭屯用烙油鼻 有个叫寒麦的 还有个叫什么的来的 尤其是呀 做的都比较正确 做的都比较正确 好叫现代的 现代的 这一家做的都比较正确 苏鸭屯里有点太软了 导航 所以这个酸都 都没有机会的嘛 路过刷子 我带大家来去一次 这花菜拌的也挺可口 刚才我看见了 他还花太多都是先拌的 苏鸭屯有直到的没有 谁鸭屯好吃 是寒麦好吃 还是老友姨 还是鲜麦 对虚鸭屯冷面吃的傻 不是很平静 他就一样了 不够了还可以贴 刚开始没敢做饭 看的挺红的 以为挺辣的 但是一吃啊 这个还不辣 唯独一点就是面了 稍微有点韵了 我觉得这辣酱 半大米饭应该都挺好吃 好 嗯 买单 二十哈 好嘞 到那个 吧台就行是吧 好嘞 一碗 冷面十块钱一碗 半花菜呢 也是十块钱 两样啊 一共花了二十块钱 我觉得啊 这顿饭吃的还是挺值得 挺满足的 这期的视频呢 到这就结束了 有喜欢的请关注点赞收藏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好 bon 好 好 好 就像是这样子